欢迎大家出席香港变怒超级运赛名一帝一轮彩词 今天一期面前在演今香港传媒监督契制限政务最有效的任务 运赛双方为正方宣布陈陈帅知己 欢迎大家出席香港变怒超级运赛双方的主变怒超级运赛双方 第二位是周文欣 第二位是郑和邓思奉 第二位是邓思奉 第一位是邓思奉 第二位是陈千亿 第二位是邓思奉 第二位是郭忻恬 第二位是邓思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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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位是聖年中学辩论学会顾客男才的小姐 第三位是邓思奉 第二位是邓思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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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時5時拍到沒有 本場比賽分為主任 公邊一半 自由比賽嘻嘻啟 一邊鼓劍哩 鋪口雲節 筷子5時3 3 4 風邊則為鋪放2分鐘 自由編輪則為鋪放3分鐘 故事迷使間堅持前十時 還會有一點提示 9時則有2點提示 小時10秒就會連丁幾下 詳細蔡規爾法寶玉角參賽學校成為相關的問題 我會說現在先請正方注意發言者有4分鐘的時間 我會有最後的詮釋 主席評判財授各位大家好 德國政治學家輪廓示出 政府作為社會上最大的公權力固有者 權力應被制衡 因此她在三百多次提出了三權分立的概念 根據《基本法》第二條 香港她有行政管理權、立法權、文律的司法權 正正就體現了制度的面積和政府的理念 而105年英國傳媒人Tammerman 更加提出第四權 指出傳媒是一個非常有力的階級 可以承擔制到外制行政筆的力量 並且這樣香港 究竟制度內的制衡 還是制度外的制衡是最有力的呢? 原來我放心是提議者 傳媒就包括電視、電台、報紙 及新興的網上媒體 他們分別透過四種方式去制衡政府 第一,出席記者會向官員提問 第二,苦論清淡 第三,現場直擊 第四,偵查報告 我方認為 憑量變系的標準 就是看傳媒在貼路問題 向政府施壓 以及政府證實這三方面 能否被其他方法做得更廣 更深呢? 而我方心想傳媒是最有效的 第一,傳媒是最能做到貼法及政策 傳媒是可以透過資料搜集 採訪追查等的方式 察覺真相 從而發揮監督政府的作用 例如沙中志事件 就透過攝氏人鄉、傳媒爆料 在經由傳媒追查及大使報道之後 領路地鐵及政府營運作成英問題 去到最後 就終於被迫調查降根 及成立獨立委員會調查 事件裏面 傳媒就發揮到積極的作用 令政府不得不回應 第二,傳媒是能夠進行質詢 且對政府造成壓力 根據政府新聞處資料顯示 單單2018年 就舉行有超過1300個記招 超過5000次的傳媒採訪公眾活動 傳媒是往往可以透過出席記者會 又或者在一些公眾場合上聚問官員 又或者要請官員上節目對探訪 和他追問對方 比如說近日發生的警暴事件 其實新聞報導者 最好透過直播 將警暴的問題展現在大眾面前 令到警方和政府承受壓力 他們亦都會在記者會上追問警方回應 從而令到事情又有不了了之 令到政府和警方都不可以全部忽略地使用他們擁有的公權力 第三 令到政府不應及正視問題 傳媒往往可以透過持續報導 令到公眾關注視點 令到政府不應及正視問題 譬如說肯定高投場 不斷向政府施壓 令到政府要作出承諾 又或者至少要提出不知衝突 法方可能會說制度內其他力量才最有效的 但研究香港 立法會被新政府建設法控制 市法機關 又上制於警方是否調查 又證施是否起訴 不可能主動伸張正義 所以傳媒已經成為最有效制人政府的力量 指引傳媒可以在民生、政治、政策三大方面 指出政府的不忠和不善 在這裏想問問有方同學 你們認為全會不會是最有效的 那到底是甚麼力量才最有效呢 謝謝各位 接著是白方主 有四分鐘的排行時間 準備好請問一下 主席評判有方同學 各位大家好 首先回應有方同學的問題 你們說 如果傳媒不是最有效制人政府的力量 甚麼力量才是最有效呢 港幣就覺得 某一種力量是最有效 要讓各司其職先一起補充 才可以制補政府 制人公權力 是一件很困難的事 一來 政府處於食物鏈的最高層 受規矩留距離 第二來 公權力的影響規定很低 不如資源再分配 甚至在必要的時候 特首可以頒保緊急法 抵收市民的私有床產 當公權力影響力很大 就很多不同的方法 齊全可以有效規範 總括來說 制人的力量可以分為三種 一 監督 可以由市民 意願 或者傳媒去監督政府 二 在制入面 會有不同的制度之計 非避免權力過路集中 在行政身上 選舉 樓梯 連任限制 規格調查過不同的三種 政務體制外 適合社會運動和政府施壓 有什麼叫制人政府呢 就是透過政府承擔 難用公權力的後果 將公權力規範的合理範圍 包括要負責公園為自己創的決定 做出更改 被檢控 十字落桌 制人的效果是希望 以後坐這個位置的人 會再濫用公權力 傳媒監督的作用是揭發問題 令大眾思考 需不需要再進行後續的行動解決 來解決問題的方法 絕對不僅靠傳媒監督那麼簡單 兩方同學今天要精明哪一題 要證明到 傳媒在這麼多個監督形式裡面 有一個零加式 任何方法對面題 原因有二 一 音韓形式的制衡都無法取代大家 每一種形式的制衡 都是它的動作效果 照顧私情證 才可以更正制衡的公權力 我們來看一下 撤回《逃犯條例》的例子 政府跟改決定 是制衡社會的原著重效果 傳媒的確可以選擇報道的篇幅和深度 但無法控制社會環境的規模 亦不可以取代公民社會 向政府私下的龐大民意壓力 如果社會上面全部都是信民 不過就無法逼到政府釀告 又例如 港警民衝突 傳媒連日追問警方 為何不出示鬼陰症 但警方都是答非所問 監警官又不調查 但他們越來 聽說新聞和立場 新聞的表現都越來越勇猛 但警察濫權的情況都是沒有改善過的 所以 其他人的制衡形式的配合 傳媒表現得再好 都只是徒勞無功 甚至據得最廣對 傳媒表現得再差 其實這次的結果都是沒有影響的 第二 傳媒監獄的效果整體來說很弱 現在的傳媒主要分為兩類 一是中立或者反政府 接著在做監獄政府的工作 但卻不斷被打壓 2014年 當年老實力最高的民國 始終偏執流進逃避斬 到今日 人陣營政治打壓蘋果日報 每日公開數據有多少廣告 政府拒絕傳媒採訪 而者會有不遲法案環節 警察當時出現侮辱 刻意擇避避避者 而另一種傳媒 立場親中 做的事和交通相反 政府一口善和幫政府洗白 但工人會不用說 大家都知道是黨報 而聖導 東方無線也有很多人看 在香港影響力很大 6月9日 跟中立法會案 持衛者和警員發生暴力衝突 之後香港媒體爆料 無線新聞報料 員工接到指示 說他們的上司說明 所有破壞情況形象的 標準標展走 而當同一個市民 看著無線新聞和NOW TV的新聞報道 裡面是NOW TV完整報道之間 裡面是無線電線展走 所有亂人差不利的畫面 整體來說 他們的效果都會被抵銷 尤其是有個同學 和國際記者組織發布 2019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香港在上司 限制三位大致 第七十三地歸 歸來為第三個問題 協助有客 發揮第四團 和國畏 公併二環節 公併一方 我只能挑選女方 一位便會打問題 零打拳對手 為不追問 零打方 不得打慢 不得打斷 公併一方 發言 公併一方 我直接提出 平共併一方 公併一方 我直接扭分 每次一分 公併一方 原常打拳 不可致力 還是否扭分 請問雙方 不可致 每位 現在請正方 有四個のは公併的 功併開始 有兩分鐘 郭ico 那今天傳統打擊 的ås 豆腐 或喘 《非法9腸》 是否揭露政府不足 於擇行政府 戰法 喇 是揭露政府不足 但如果基本上 沒有其他行例 它 nuys 但可與我們 你道 Field 有種其他方 bize 逐一 Garry 如果市民沒有這些傳媒的直播 他怎樣知道當時發生的事實呢 我同意有人揭發 如果有人處理揭發那個是否 根本就不是等於最有效的 就是政府的過程 而且 我們今天看到傳媒不只是揭發 還有偵查報道 而且還有質詢 如果沒有記者在記者會裏面質詢 這些警務員人員的一些不公意的時候 可能我們大眾怎會知道 我們問他們是否制衡了政府呢 但就雖然自一都變得再好 效果上都不會是制衡政府的最有效 但不妨你今天跟我們說 其他一定會互相配合 我今天看看面題裏面說最有效力量 我們知道每個力量都各私其職 但一定會有一個最好的力量 但我今天問你 如果市民不知道直播的話 我們怎樣去制衡政府呢 不如我們看看我們的第21831 還會分析追問警方 為何和消防部的口供不同 但他們都只會把自己的目指揭在手 結果都是沒有人知道 他們的意外這樣說謊 這事不願意 我們今天看到就是正正他們現在做這樣 如果連傳媒的直播都沒有說 如果連傳媒的報告都沒有說 是不是你突然這件事分斷不了了之呢 有同學 有同學 如果照有同學的邏輯 即是說實際上哪個揭發先 就是哪個最有效 然後就是我們最有效 但有同學不是的 我們為何現在警務人員 那些前線的執行人員 他們竟然會覺得 那些記者的鏡頭 會令他們不敢去作出這些過分的行為 這些是否正正會呢 但有同學政治上說不下去了 我們問你了 如果我們身上 如果沒有我們公衆西岸 這樣才說 這些是一條 謝謝各位 接著來到反方 跟這範圍 反方 confession 請自由財務委員 辦公室開始有兩分鐘的時間 在記者會上的記者質詢警察為何沒有委任證質詢得更多 今天警察和你說 因為出現委任證令警員顧慮分心 所以就出現委任證 這算不算是責任的振苦 算了 即是令警察這些回應都沒有 我不需要證行給我委任證 那你就等了兩分鐘政府 但我們起碼是有令警方回應這件事 令警方回應證等了制衡政府 就是今天有關有一個奇怪的邏輯 如果今天要令政府說話 就要制衡了 我相信今天討論了很難繼續下去 我想看看有關聯合 傳媒可不可以控制到有200萬人上街 甚至令不合作運動成功 可以還是不可以控制到 可以控制到 控制不到 控制不到 好 多謝有關承認 其實傳媒的角色就是揭發的問題 如果公民社會 是不是司法機關都不積極的話 傳媒做的所有事情都根本就是 喉嚨無功 你可不同意 不同意 為甚麼 傳媒他做到的事情 如果沒有傳媒這件事 你根本就沒有人知道這件事 好了 我給他另一個例子 你看一下 在梁振英收受利益案裏 正華拒絕拒絕獨特司法的意見 拒絕檢控梁振英傳媒報導得夠不夠多 有 當政府被示威包庇 梁振英的時候 所有傳媒都要求正華提出 不信任動議 正華現在被人制衡了嗎 但是她是有改變 正華被人制衡了嗎 正華被人制衡了嗎 制衡了嗎 正華 正華現在沒有被人提出 都未被人提出 不想動議 因為立法會否定出國上不動議 正華完全一點制衡都無法 有幫同學 其實今天就是同意 否定不到 即使是傳媒監督的報導 依然是制衡不到政府 因為政府依然可以漠視你 漠視民意 漠視傳媒 今天如果是傳媒 今天如果是公民和一些計師 全部都不監督 有幫同學是否認識 這樣就可以賺到政府 不是 制衡 制衡 Elizabeth 兩點就是它自由國下降 它是自由國下降 即使傳媒自由國下降 公信力下降 它依然都是最有效的 因為它給你三權分立 它給你司法 它給你立法會那些機關 它都是有效的 很多有方同學 而且今晚有方同學說 大部分全部都是親中的大部分 但當時我見到立法會 大部分都是親中 大部分都是電制派 今晚有方同學 今晚有方同學 在小學的時候經常大錯誤 升了媽媽 為什麼 因為有方同學 就是反映一些小學生會犯的錯誤 就像今晚的談判會 今晚看出來的編題 理解這套編題 今晚的編題中最有限 不是說全國一定有靈性的作用 而在全國各方面做得深 做得廣 我們可以見到 今晚只有全國新聞做到 俄康主編所謂的揭露真相 製造言論壓力 不是迫使政府回應 就像友善的新聞節目 新聞刺針一樣 都是因為新聞刺針而放色 才揭露到2015年 區議會選舉舞弊的事件 出來就是方同學 就連中大的新聞 全國學院將尼達封都說 在反修例證議中 不同政治立場的受訪者 都認為全國直播才是最重要的資訊樂園 正正反映了全國的公信力 和他的國販性 第二 今天我們理解錯了什麼 理解錯以為最有效就是政治 想制入政府 今天我們舉了很多證明 但實際上也不是 除了政治上 我們可以民生 我們在政策上制入政府 我們先講民生 民生 我們有東方日報 我們也有東張西諾 東方日報 我們專門報道一些 港媒人資的核生事件 就像沿水事件 而東張西諾 就揭露一些 鮮媒人資的核生事件 就此途復 黑衣浪等等 政策方面 我們也有明報的東方 會報道一些 可能有些大型 應該陸城 我們也有講清講楚 邀請不同的高官 或者是正經 但是人士進行一對一的訪行 但你說政治沒有什麼 又不是日正之外 也有胡錫蘋果 又有《立場新聞》 又有《尼君雅》 這些人都敢去 推平政府的這些傳媒和記者 今天份話 首先講到 怎樣才可以政府 就像炒飯一樣 都可以炒飯 但是你炒飯裡面 每一個送 什麼司法機關 三選分立 立法機關 都是由他們的限制 就像司法機關一樣 他們不可以自己去收集資料 不可以自己去開庭審問 處於一個極度被動的地位 他們又可以去開庭審議政府 就像UGL事件一樣 都正私上得了 並不起訴梁振英 立法會的限制 剛剛已經說了 立法會太多的建制派議員 的公信力這麼低的時候 不可以製作政府 我們看到市民也有他們的限制 市民也有太明 政府都沒有 沒有責任會回應 他們的看出問題 就算連登 這些政府都會只有連登 什麼連登 根本就不知道 他們不會回應 如果連登 這些東西有這麼多限制 我們就製作政府 不可以製作政府 不可以製作政府 我們都會擔當這個串連 來一起的角色 如果沒有廚媒 為何今天這碟炒飯 沒有了飯 只要炒飯 就是由方同學 最後想問方同學 如果今天我們沒有蘋果 去揭露這些港典工人 才能講得 是否苦人 是否有私人 收集資資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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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 揭發了問題才會有人跟進問題和解決問題 所以有方跟我說 傳媒都是意味時序的問題 傳媒去揭發問題就沒有任何原因 但有方跟我說 傳媒只要首要一步的時候 後面的工作 如果沒有後續工作 沒有人去做的時候 同樣的意思都是不會成事的時候 今天有方跟我說 反而要講自己的論證 但我們講哪一件事 有方跟我說 傳媒如何來解決其他部份食物 最有效的另一件事 其實由頭到尾那方都沒有說過 有方說傳媒只要選一件事出來是最有效 因為有方都知道有很多東西 當管齊下資料可以做到制衡政官 有方都知道傳媒自己作為第四權的時候 三權在他的思想的時候 根本單口四權是沒有辦法去弄到政官的時候 我們再看看有方跟我說了些什麼 今天有方跟我說傳媒做的事 就是在記者輔助發出題問的時候 我們看看港頭記者是利關牌 個個都覺得他問的問題很尖銳 但最後林鄭也是說停了五秒之後 就突然說我回應了你的問題時 一方同學是否覺得這樣的回應都要制衡了 都要有助到實際行動呢 那方就不明白了 今天記者又再問傳媒 因為傳媒再問林鄭 問警察為何他分別警察的時候 高級警司光衛牆就說 他會和二代在這裡看 連警察拉人叫警車之後 看到警車就知道誰是真警察 這樣是不是也叫制衡了呢 是否叫有客的活動 是不是也叫制衡了政府呢 請有方跟林鄭 而今天有方同學 跟我們說廚媒做的事 就是揭發真相和偵查事件的事 我們再看看星島日報有什麼 星島日報在2018年正若 首先正若是沒有被人正若 他不是坐牢的 因為今天有個預言正若是沒有貼發 2018年正若是遷 renewal之前被貼發之後 星島日報卸了 報道多數日 今天正若是駱洛騙 先馬馬前面一次 之後他以為十何時 他打算蓋過了正若是遷入獎時的事 除了佔助疫情 數以外更加攻擊了 反了後選議員的目的 今天傳媒他做了 已經做編執了的時候 更是親共的時候 支持政府一起的政策的時候 想問有個同學 这样的传媒是否都要做有份同学的独立 做的事是去问政府去追究责任呢 现在有份同学 其实传媒就算它发挥得再好的时候 如果没有其他政策 没有其他人去配合的时候 都不会成事 所以这图办条例 如果不是200万出来上街的时候 林郑都不会出来回应 都不会去前回条例的时候 所以有份同学 如果有份同学 林郑到现在条例受终正審的时候 制衡了的时候 请问全部他做的 哪一部分是他负责制衡的呢 其实有份同学 其实今天有份同学建议 因果和视聚 才能发挥解体验的时候 今天不合理了 主持人的评判组 各位大家好 其实作为一个年代的社会 每个人都应该去责任正寡 这个其实我们很同意 我们看到今天辩题所说的最有效 我们今天怎么去尋量最有效呢 就是看到到底我们的传媒 如何在这么多方面里面 准备了一个离架性的东西 离架了这么多东西 为什么可以离架性 就是因为它可以连接每一个部分 今天有份同学变错辩题 就算我们考试大家这么聪明 我们一定不会有一个最聪明的 有份同学今天跟我们说 我们很少学生 但其实今天有份同学根本就不提清楚 到底变题之中的制衡是什么意思 首先 传媒不仅是做一个揭发的行为 我们也会有其后一些质询 或者我们会有一些偵查报导 我们其实今天有主辩 去到一个 不愿不跟我们说政治例子 但它们就模舌了很多民生例子 例如我们看到一些走私道路的问题 又或者是我们沿水事件等等 全部都是传媒爆裂出来 令政府受到一些压力 令社会去关注这些事的时候 或者传媒令政府逼于这些压力去承认自己是疏忽的手的时候 这些算不算是制衡呢 我和我们今天一份跟我们说 为什么叫制衡 就是要凌隔政府 但我们从来都不是要凌隔政府 而是指出政府做得不好的政策 或者政府做得一些不公义的事 有方我这样还不是制衡呢 今天我们看到 有方和第二和我们说 今天我们全部都是和每一手制于政府 有方我照你这样的逻辑 有方和第二和立法会议员建制派议员 那么多的时候 他是不是都是责行不了 有方和你今天你如果是一个员工 我上司是比较偏向政府的时候 我是不是又有压力 我是不是又不可以表达自己的意见 有方和我们其实我们看到 我今晚都所说的 媒体不是只有国家在政治 今天看到在正确上 有立场和苹果 他敢于治出政府的不公 又有东张西网的一些勤责 勤于政策人物商 就好像我们一故这样说 有些东方媒寶都大立政府的政策的时候 我們今天是不是自己這麼狡猾呢 還是關注在政治方面 去跟我們行禮 到底傳媒是否最有效呢 我們今天看到民眾出來示威 你是不是每天都要示威 我今天吃豆腐 我吃真的不好 又要示威 是不是每次都要一百萬人出來 增長在民生、政策 是不是市民 是否真的可以在這麼多方面 都可以制服到政府呢 其實不是的 今天我們有跟我們說 我們的記者受到一些政治的威脅 但是我們有方同學 是不是代表這些競爭 競爭就是擔當了很強烈的角色 如果政府不敢去做一些不公意的事 這些是否就等於制衡了呢 所謂今天有跟我們說 他全會制衡到 因為他解決不了問題 那傳媒keeper 這些打鼓勵、亂撞當的犯狗場 偵查一些政府的疏分、職守的時候 為什麼還會制服制衡呢 還是有方同學 你覺得民眾那些都可以做到呢 多謝各位 晚應者 這就是白番第二部 面有三分鐘的時間 這是哪裡用的 老師可以問你 Foi 會 記住 沒有 你們 只有一件事 第一件事就是什麽叫做最有效 今天有關提主變的時候跟我們說 我們怎麽為制衡政府呢 就是要制衡他們的公權 就說他們不要繼續擁有權力 但是到公權的時候 又跟我們說政府回應了 就已經是制衡了 那現在有辦法制衡的標準 究竟是要去回應 還是要去限制他們的權力呢 我看到政府日日開記憶會 日日都在回答記者的問題 那政官的權力是否又被人制衡了 為什麽現在墨月議員會這麽高呢 其實要制衡政府不是口說政府是否最好的途徑 而是真的在建築上大改變才叫做制衡 而全部今日單索是做不到這件事 其實今天的變態幣不是說傳媒是最低的資訊來源 不是說傳媒揭發給人看是否最好的途徑 亦是制衡政府 所以有可能我們正視這個變態 然後我一本就舉了很多的例子 跟有方說我們過往發生的事件 政府怎麽回立傳媒等等 有可能說我們不保證政治 我們說行政黨豆腐 好 我跟你們說豆腐 今天在東央新闻來說豆腐有問題 如果食的人不覺得有問題 執法報復不覺得有問題 那些完全不理會傳媒說的什麽 那些豆腐那些圓水 是否依然是可以被人改善這個問題 市民是否還可以改善這個問題 有方同學同來都忽善了 除了傳媒是其他人前發者的力量的一些重要性 其實今天有方同學 講到未來的邏輯就是 有人貼上先就是有人儲 然後就有人儲 所以有人貼上先的就是最有下 其實有方的邏輯 今天我們又儲一二結四個位 主要是最有下可以令到整場比賽贏了 因爲如果他是第一個的話 因爲如果是第一個發言的話 那是整條主要勝出 沒有主要給後面贏了 所以之後就會贏得一場比賽 但是現實是這樣 現實見到如果後面一半 一半見面全會超過扣30分 那這場比賽還會贏得 因爲這樣要贏一場比賽 是個時期 個位置做好自己的部份 這樣才可以令到最後的結果就好 跟今次制衡政府一樣 要制衡政府就首先要令到大家有什麼 例如傳媒 一些聯署制衡 一些立法會 執法機關等等 這些全部和民意等等 這些全部一起合力 才可以有限制衡政府 制衡政府問題 有可能我們講的 要政府的回應 就已經算是這麼簡單 其實今天有方同盟的立場 就已經轉了很多次 今天有方一部出來跟我們說 說聯制衡政府 怎麽為之最有效 就不需要有一個凌駕性的 可以看全部人更廣 更新地說一些資料出來 這樣就變成最有效 但在二部的時候跟我們說 要有最有效的話 就要有凌駕性 但在二部後面就已經跟我們說 立法會有凌駕性 所以請我跟我們說 這件事 這樣要日來的凌駕性 不完的 有效 有效是有效的 等等 其實今天要撤回逃犯條例 等等 這些社會議題 這樣是有傳媒的報道 然後就會令到有二百萬加一的人上街 日入法目搞三百 搞關合作暗動 你有沒有國際社會 關注通過香港人權民權 等等 兩個月後撤回逃犯條例 但越少任何一環都很難說 只能撤回逃犯條例 所以可能河金林會長都為何私聽 謝謝各位 拍攝 並作自由自由經濟環節 相方要有三分鐘的發言時間 當後方培養時間 如果不 本人將會舒服你一方的成分時間 該方可以自由體出 因為環黨會機遇發明 如果該境界 你不必失在 必須要用完環節發明 原本環節 結束時 在場人士發明 有機遇從未發明 該名言所屬 一方將被每位情報求聚不分 上性分相會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自由負責 開始現在先請請 現在先請正方踩上位面 首先行動 有什麼承認不承認 其實在這場面論比賽裡面 其實每個人都不跟他說 但是依然有個階段 有個階段是最有效贏的 比賽大家看到不是 為何我們今天見到賽屋 為何可以加贏的 加的是正方 但是最後整場贏 你是反方式喝的意思 因為一個人不可以讓女學隊 一起理論 你不可以和你合作 你不如你今天這麼擔心 那些傳媒做不好的時候 不如你不是那些傳媒的直播 也不是那些傳媒的一手資料的時候 你國際社會怎會關注我們這些事呢 因為國際社會關注的 究竟是傳媒所說的資訊 甚至是香港人出去每天上街 今天是香港人對他搞三個 搞不作行的運動 有可能我覺得哪個是最重要的 有可能如果不是香港人 見到一些警察的暴力 或者如果不是見到這些資料的時候 我們怎會上街呢 有可能如果不是200萬人上街 全部都會在報道 傳媒沒有報道的時候 是不是就要200萬人走巧 那個傳媒 你方說每一個撇閥之後 都是200萬人上街 你方說每一次都200萬人上街 政府才要回應 有可能我諾峰 例行政府是不是要200萬人上街 有可能不是一次都會200萬人上街 有方同學我們看到傳媒不是只是政治 例如說政治 如果是不是你每天都要有200萬人上街 我們今天你見到一些民生做得不好 我覺得這裡不好 我們是不是每次都召集到200萬人上街呢 不是有方同學 有可能你都很濕 不是 但是我們看到現在記者在做的 他們每天偵查報道 去將這些信息告訴別人 透過這些傳媒 媒體會不斷逼民政府 逼使政府去回應不同的範疇 有可能有甚麼是有這樣的靈感性 可以將不同的範疇都制服到政府呢 有可能你一次過答我 究竟會否要制行政令政府回應 但是限制他的權力 有可能你叫他回應 你令前線警員不敢去 做一些不公理議的時候 這些仍是否制行 現在前線警員 是否究竟真的不夠 做一些前線警員的一些違法的事 今天見到警察 都在這個門櫃子裡噴在記者裡 這些仍然是否令到記者 是否令到記者有限上採訪 我們看到傳媒不斷地施行警報的問題 你見到在9月2日 我們的新屋嶺 不會再有這個事物人被抓到新屋嶺 有方同學是見到傳媒 透過他們的三個方案 這件事真的很政府 有方同學的狼襲 傳媒報律之後 就沒有人在抓到新屋嶺 所以有方同學的狼襲 只要警察繼續不被抓到新屋嶺 要用方同學 不繼續被抓到警察 要做一些更加不公的事情 全民都被制裁了 你見到事實是這樣嗎 我見到事實是 政府依然冷靜下來 依然是經過一百名 在這次復報議論的時候 這件事是否被制裁了制服 我看見方同學 通過這件事社會很慘 很多人可能覺得人死了 我想問我跟同學 你今天所有的事 一起做得如何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一起來 可以有機會解決這個問題 但是傳媒自己 一個人就絕對解決不了問題 但是如果沒有傳媒 這些所有人不同的力量 是不是會散開呢 如果沒有傳媒的話 司法機關不可以獨自開庭審問 法會 立法會也沒有這裏公信 我們可以見到 其實立方曾經說 都沒有否定過傳媒的重要性 但是有方自己都承認了 是要之後司法機關才能任政府 不是有方同學嗎 有方同學 我們因為見到傳媒是這麼多方 都是擔心最重要的角色的時候 那就是最有限的力量 有方同學想問 打工報星島日報發表 有誰是揭露的爭執 我們看到他各個都親共 叫民主派的人 用反對派的時候 有誰幫他揭露的爭執 就是這裏政府 那你今天是不是一直在跟我們說 監督政府就是監督政治呢 我們今天看到其實不只是政治 就是潛建 證明是潛建案 證明是傳媒放大這些爭執 就是去偵查報道 把這些事件發表出來 然後政府才肯定去查 聽不懂 傳媒潛建案 即是如果人見了 香港人根本就不介意 今天就說你怎樣就潛建 那政府還會不會出來回應 方同學怎會不介意 這是法治問題 所以我們來說 今天制衡政府最喜歡的是人質 是市民 是民意 不是傳媒 如果今天沒有人出來 反對制衡來的話 政府是不是已經繼續制衡不了 有可能你只是人 我們今天看到你人 你只是人 你只是司法機關不行 但是你這個傳媒 就是在禁奈法裡面 全部都是最喜歡的角色 他可以把真誠告訴別人 他可以迫使政府去處理這些事情的時候 他是不是就單納著帳筆 他把這些聯絡聯繫打起來呢 所以有可能他迫使政府去處理 保私打機關 沒有其他事情的時候 最終制衡了去哪裏 除非制衡了 有可能你制衡不是要去處理問題的 有可能有什麼可以做到 好像傳媒那樣 你不單純可以找到真訊 不單純可以迫使去回應 甚至可以不變最慢的信 其實沒有 有可能每一個角色 每一件事 每一個人 每一個人做的成績都不同的時候 那個模特兒 為何現在可以取得到 其實什麼來的 有可能他跟我們說 不要看正式 但現今時制的角色 我心裡都明白了 有可能分類的最重要的是現今時制 因為現今時制最重要的是做的 很多人都是正式 有可能一個例子都沒有提過的話 有可能現在講一講 有可能你跟我們說的方案就是 我們要各司權職 就是每個各司權職 但又說我們方的方案不可行 是因為我們政府可以不理 但其實有可能跟我們方的方案 政府依然是可以不理 我們跟我們成績有這個問題 對 你手跟我們說 但今天你是政府 是你要訓證給他們聽 是傳媒可以令政府回應 所以在有方同學 今天跟我們傳媒說 周圍被人隨先去的參與之間 如果今天有很多傳媒報道 那之後他會否立即可以贈到政府 有可能我們今天就是這樣 我們傳媒就是令他可以把所有的 連在一起 有可能我們看到這麼多人去參與 其實我很開心 但如果沒有傳媒的政府 沒有傳媒的追擊 沒有傳媒的 所以不斷處理你 我們怎樣可以去 但是有可能我剛剛答對的問題不解 因為他親所知過 現在不僅是讓人 所以傳媒都不可以 因為現在看到一件是要法院 向方方去判定 將來挑戰選舉處理 決定是勝訴的時候 他才是真正可以 制服了他們 所以你不能說是選舉處理 政府是不可以這樣去 因為隨身一個人的意見 因為身體有很多 就不夠了 讓我會選擇 都是利益 不可了解 要是行動 自由地面 選不義 請問他請 investigación 支持者 得更難 不得更難 於是來不得更難 是來不得更難 我們要來不得更難 你可以選擇 我們要去健身 在外面討論 你們要做些事 然後對於懸崎 否則要投入 現在,在這邊的畫面,雙方這邊有一個分钟的 現在,在這個畫面上,在裡面,雙方這邊有些 現在香港究竟誰最慘呢 不是警察 不是示威者 不是政府 政府不是建制派議員 而是朱經緯 因為他打人之後要坐牢 其實朱經緯和現在打人的警察都有一個共通點 就是都被傳媒拍到 但是兩者的命運就自然不同 朱經緯慘在心不服事 無得不帶委任證 上訴完之後 法庭終於判他賣訴 想像一下 如果他打人的事情是發生在今天的香港 他可以在鏡頭面前講粗口 都不需要受紀律處分 又可以光明正大感 有他的上司幫他推討這些問題 特首還可以不作出環境點 今天有方跟我們說 傳媒是最有效力量 那為何現在的警察那麼多就得掉 原來有方說 傳媒相比其他制行認識更加有效 其實即使是這樣 都不等於他是最有效力量 我們用上有方剛才講過的例子 就說 港台記者李君雅 他出名 問題尖銳 表面上傳媒的工作 說不有效 問到高官口 但是就算是這樣又如何 最後又制限不了政府 所以其實表面上的最有用 是不等於效果上的最有效 第二 有方跟我們說傳媒偵查事件 而如果不是傳媒鐵法事件的話 之後的示威集會都是無可能發生的 其實我方不否認傳媒的重要性的 但是有方也無法否認 制衡政府的每一環都同等重要 其實有方跟我們自己都承認了 其他制衡認識的重要性都說得出 所以之後的遊行示威集會 根據有方跟我們的邏輯 有可能在傳媒偵查事件之後 沒有200萬人出來遊行 沒有了這些貿易壓力 今天都不會成功制衡政府 所以其實需要制衡政府 需要的不單是傳媒的工作 總配事件 其實論證傳媒是最有效力量 需要看電話 今天有方跟我們只是拒了 曾蔭圈 酒莊等等這些舊的例子 根本不符合變體之中的現今香港 但是好像曾蔭圈 去坐牢之前 除了有傳媒的監督和制衡之外 其實還有很多不同的形式介入 例如法院的裁決 嚴正公署等等 這些傳媒都是無法制衡的 所以其實有方跟我們根本論證 沒有傳媒在當中最有效的力量 其實有方跟我們今天的立場 由頭轉到腦筋 主要跟我們說 不是要傳媒 不是要凌駕性 而以後跟我們說 是呀 傳媒要凌駕性 我應該聽證明 原來我方前途都看得過 每一種認識都有它的獨特性 有方可不可以很單一 因為傳媒有揭發問題 就說它是最有效 所以即使傳媒是表現最勇猛的都好 其實都是一些幫助都沒有的 傳媒所做的事都只是討論無功 因為它們不可能取得到其他的制衡方式 好像司法對答 難以等等 正如我方前面所說 香港的傳媒主要分為兩大類 第一是親中傳媒 第二是中立或者反政府的本傳媒 親中傳媒 不可能單多制衡政府的工作 反政府傳媒最近又不停地打壓 被打壓新聞自由 就在三日前 因為蘋果實行的累積者懸責 而且香港的新聞自由派名和令義 二年比較跌了足足五十五名 由此可見 以現在的傳媒 根本難以監督或者制衡政府 更何功成為最有效力量呢 其實我方今天的立場很簡單 制衡政府需要很多部門的背後 從分工才達到 而傳媒無法取代其他部門的工作 連自己現在的工作都受打壓 今天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傳媒有多麼有效 有多麼重要 但其實不是這樣的 制衡政府的工作環環相扣 大家都同樣重要 正如我方 雙方的主一意見面 一樣重要的道理 根本從來沒有有方同學 口中所謂最有效或者最無效 如果我們在現在的時勢 從依靠傳媒來制衡政府 那就成功了 有方同學是否想更多記者預測 是否想新聞自由派名繼續下放呢 希望方同學不要再混淆試 替社會著想 多謝各位 楊方的comu1 超市平衡 4分10 7秒有消息的話 再多一ashed分 請問 哪有個相關 可以怎樣回答 真可以 不可以 spor個協調 所謂的 超市平衡 狀況 超市平衡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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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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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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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